系直建成路居住人口上万人 许多人都会走和平街道 火车站或是市场 只是中间穿越建成停车场 人车征道很危险 所以在几次的会刊过后 现在人行道终于完成 在18号的上午 一人调先祥也到现场关心 这次之前的状况 行人都是直接在停车场内穿梭 和进进出出的汽车征道 而利用一旁原本难以管理的空间 现在变身成为人行道 这里是系直建成停车场 因为许多住在建成路的居民 都会走和平街道系直火车站搭车 或是到中正市场买菜 为了不多绕一圈 大部分都会穿越停车场 实在危险 以往的话我们一些里民 包括建成这边 就要通过这边到台链桥头 到街上去的话 他们都会去跟 跑到停车场去 去跟车辆在那边争导 那我们看就是这样很危险 那后来就是说 争取这个地方来当成步道 虽然说旁边有一条巷子 但是因为会绕路 那所以说许多的民众 都会过去穿越我们的停车场 来这个让他们少走一段路 但是因为这个停车场 有非常多的车辆在经过 那我们也是不鼓励 这样子这个民众走停车场 那但是为了顾及民众的方便 所以说我们在停车场的这个 我们的边边 那我们来新批一条人行道 经过几次会刊 还有和相关单位协调后 由公所施坐 人行道18号上午 议员廖先祥也特地到场关心 现在完成之后的使用率真的很高 行人来来往往 早上时间有拖着菜篮或是娃娃车的 走在人行道上安全多了 这个人行步道 现在终于完成了啦 我们要感谢的是 市议员廖先祥 全力帮忙 还有我们的城区长 也赶着把速度就挪前来 现在大家只要有走过这边的人 都觉得很高兴 就是这样很安全 路又铺得很平 跨了好几个单位 包括我们的停车场的单位 我们的市区工作 那还包括我们的旁边的 无音良品的社区 旁边他们也有付过一些冷气 他们也都配合我们的 这个停车场 司座把我们的冷气拆卸掉 非常的感谢他们 那现在工程也完工了 那也希望民众 以后在经过这边的时候 我们有人心要可以走 我们就尽量避免走 我们的这个停车场的空间 因为停车场使用率也高 车子进出相对频繁 现在有了人行道 人车分流行得更安全 这场惠林细致采访报道